哈喽大家好我是二位 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手机行情 因为这两天呢在市场这边呢是人心惶惶 怎么说人心惶惶呢 因为每天的价格都不一样 掉价掉的太厉害了 那有一些老板呢 半口的老板呢 用户直接别人来拿货 他直接把这个来货当就直接拿给别人看了 我来货是这样子 要我亏多少 大概亏多少出给你 大家谈一下 目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非常恐慌 那对于这种行情呢 我想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 手机在掉价的时候 是很多人他是不愿意去入货去拿货的 特别是一些批发商 那手机在涨价的时候 大家都不愿意去拿货 也不愿意去拿货 那就是手机在行情在平平的时候 又没降价又没涨价 这个时候呢 手机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可以跑亮的 那我这样子跟大家讲呢 大家会觉得有点奇怪 但确实行情就是这样子 那目前针对这个情况呢 其实我觉得掉价掉的这个时候呢 如果是我们平时要入手自己去用的 我觉得这个时候是可以入手的 那因为掉的这个幅度差不多了 为什么这样子说呢 因为每一年的行情都是年底 年底的时候手机那个价格会比较稳定一点 如果接近过年了 还有一个就是过年之后那个手机也是会稍微有点调教 那这个时候就是年底 如果这一波行情掉的你觉得可以了 那你就入手了 那就没有错了 这是我个人的一种意见 大家只跟大家参考一下 对此大家什么看法可以在视频的下方留言 本期视频道主题也是我们下期视频再见